包子 包子 杨涛 我用你这喇叭呗 拿去用吧 我要用快了 我再给你买 不用买 拿去用吧 你们不能买那矿水糖糊了 你们要买了 吃了你也没上当受骗 对 刚才听她的 没错 她们家那糖 用魅心钱做的糖糊了 你能吃吗 就是个大骗子 我跟你说 骗子不能买啊 小孩听不听说 别去买去 吃了那糖糊了 你都容易闹肚子 你们正当心 可不能买啊 你们俩说错了 你买了 我这天的 你先别跳吧 别吓坏了 喊累没 喝口水吧 爹 啥意思 想下毒啊 你看你 我能毒你了 是不是 刚买的 还没开封呢 我先给你试试 我 行 谢谢 正好口干舌脏的 你也来一口 我不渴 喝光 我告诉你啊 你来这套也不好使 甭想捏我走 不拿钱来我就不可能走 我天天来闹 我看哪 咱谁能玩过谁 没事 没关系 喝两口水接着喊 喝点 对对对 看嗓子喊哑了 明天来不了的 我嗓子不哑 不喝不渴 那行 那我把这喇叭借你试试 这更省劲 你去拿着 拿着呗 拿着喊 喊 喊啊 喊啊 听他俩一块喊啊 来得呱吱呱吱 来 不能买 这有意思 我走了 我先卖汤骨头去了啊 喊 喊 来 大家伙儿听他喊啊 这又是打啥鬼主意 啥鬼主意 就想撵咱俩狗呗 咱俩绝不能上台的饭 我跟你说 不拿哪儿去呢 拿哪儿去喊 喊 汤骨了 不能买 汤骨了 不能买 汤骨了 不能买 喊了 打的 看个字子的呀 怕你呀 别怕谁呀 来 谁厉害 你上个阵 打过了 包刀白 厂长 小姜啊 那个 刚才那老头走了 走了 你有事啊 没事 厂长你出去啊 是啊 对了 小姜 娶媳婦这事啊 爹妈说得也不一定对 还得自己拿主意 要你看准的事啊 就义无反顾地去追 好好干 多挣点钱呢 回家好娶媳妇啊 看我屋里一组 来 正好再来啊 来 来 胖沈子 你外面姑那俩人 一天给多少钱呢 她们是自愿的 不要钱 妈 还有这好事呢 那肯定是你家亲戚吧 是亲戚 实在亲戚 妈 你也得好好谢谢人家 这一战你喊得一天天的 多累挺了 妈呀 我可得好好谢谢她 你放心吧 丫头 好 行 给我来穿糖葫了 行行行 要哪种的 要这个这个 好 谢谢啊 吃好再来啊 好好好 这里是胖水糖葫芦吧 是是是 您来茶糖葫芦 简大 这是我名片 我是百家超市的刘大伟 我看你这糖葫芦 卖得这么红火 想跟您谈谈 带敲您的货 那这卖也太好了 来来来来 刘君姐的 好 来 请进 请进 行行 胖水那糖葫芦不能买啊 太贵了 五块钱一只 五块钱让我去买去了 你们唱上的胖水糖葫芦 就在这个市场里头卖吗 就在这里边啊 告诉你绝对不得买 那家是骗子 对 还是全秘方啊 全骗人的 你们说的是反话吧 啥反话 走 咱们去看去去 什么反话呀 看啥去看哪 不能买 回来全买去了 真不愧是你们葫芦头大山楂 各个鲜红饱满 绝对是上的头 这种山楂有个学名 叫大鸡腥 皮薄肉厚 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好 妈呀 这山楂还有学名啊 当然有了 沈大 今天先这样吧 我在您这儿订五十串 如果卖得好的话 明天我再过来 给您大批两几货 那行 但是您这五十串能卖了吗 这可不好说了 得看您货咋样 我们超市客流量非常大 如果卖得好的话 一天的销售量 肯定不止这些 妈呀 那不就发了吗 刘针姐 您放心 我一定要保值保量的 给您完成任务 好吧 我这就给您做 到时候给您送货去 我带你说那是骗子 大骗子 大肉去看看他 大骗子桃壶不能买啊 他就是个大骗子 不好吃他带桃壶的 不能买是吗 大爷 不讨计 不用了 去吧 不讨计 我跟你说这大喇叭多好啊 咱们一喊市场人全听见了 谁上他那去买糖糊里去 做买卖做个屁吧 挣啥钱呢咱 拉倒吧 你去看看去吧 咱等于给人做宣传了 免费广告了 现在啊 全线都知道有个泡水糖糊来了 他家都会放放羊了 妈 气死我了咱俩 帮到猛了 那可不 那咱俩点烂够腔 你说说人家卖的都挺烦的 妈 气死我了 啥人可是 王厂长 你咋来了 靳月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这次来 就想把话跟你说开了 你有时间吗 上车吧 来 我就知道啊 你是去帮忙的 这种活呢 你也不是干一次两次了 活一活都是费力不讨好 你就放得人情不宋 偏要结冤家 这是何苦呢 谁想跟他结冤家呀 我那不是要回我姑娘钱去了吗 哪想到他偷奸少华憋着坏地坑人啊 从这点看你这老薰薰婆多损哪 一天到晚就想下套算计人 那不是你自个儿乐意往下套里钻吗 你说说你啊 一看着人家宝乐媳妇儿两只眼睛就发蓝 那有啥话就不能好好说 你就搅得斯林不安鸡飞狗跳的 不是 我眼睛怎么发蓝了 我狼啊 我两眼睛发蓝 行了行了 我可不跟你说了 你呀自个儿折腾吧 好好地帮人家的忙 还不让人家领情 你可咋整了 我帮他忙 对 我这回我好好帮他忙 我让他走着瞧 我让他撞大尾巴狼 我看他咋嘚瑟 这回啊 我好好治治他 喂 是 是 是 对 目前是有三种口味 三种口味 定多少 三十 三十根啊 各三十根 行 各三十根 没问题 没问题 明天保证送货上门 好嘞 好嘞 准时 准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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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三十根 九十啊 几十 几十 现在定货也太多了 是啊 我跟你说 那百家超市啊 卖得老好了 都知道胖水糖糊的 都爱吃 这家伙这每天 这电话都快打爆了 喂 百家超市啊 刘大为经理是吧 你好 你好 正说你呢 啥 八十根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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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根啊 那个啥 那个 刘经理 那个啥 我这人手少 你要说八十根呢 我还能掂量地给你做 但是你要说 各八十根恐怕够呛 放声啊 你的唐葫芦 可是在我的超市帮你卖出 他们是看我卖得好 才去订你的货 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过了何就拆桥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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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好 那行 那我明天给您送 好 行 没问题 谢谢您啊 啥 你儿子也爱吃啊 太好了 每天都超市两根 也太好了 行 你跟你儿子说 就说以后他那糖糊润免费吃 我白送啊 行行行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 咱们能做两个门啊 是啊 妈 这这这这九十肉 这这家伙 悬吧 就保证不了送货咋办呢 他让姐 婶儿 你必须得接 既然想把这买的做大呀 那咱就得扩大规模 既然咱这胖沈唐葫芦 已经卖出名了 那我看 咱就干个小做法 着急大伙一起干呗 小做法 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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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我说你又蹦着着 咱活了定是急啥呀 我说婶子 现在老金家啊 那买卖可干大复了 他们家那糖糊润 都卖到现成的超市去了 一天啊 都卖老鼻子了 而且好多超市上 都找他家订货呀 现在他们家那老神气了 有你在中间这么折腾 他家还不神气啊 那过两天老金婆子 还得拿四盒礼来谢你呢 我呀 倒用不着到四盒礼茶了 我那行子 你把那一千块钱还我就行 保护棍 你那点出去啊 不是那老金婆子把钱 看得比命都重 他能把钱给你 你做梦去吧 他要是不给我啊 我就跟他死磕到底 你拉倒吧 就你那点能耐 我算看明白了 永远不是人家对手 老是瞇着得了 我说婶子 能能瞇着吗 你知道村里边人都说咱啥吗 说咱们啊 那个看着老人家发财啊 就眼红了 说咱们啊 徐雷锋做好事 他不留名了 你听听听 这不是讽刺的话吗 当天听不出来呢 但谁傻子呢 谁说的 这话都谁说的 什么 追杨那玩意那有啥用啊 温叔 咱要是出不来这口气啊 那咱俩葳屯 那真的抬不起头来了 这口气啊 我肯定得出 我觉得海洋这主意好 你想现在咱们全家 已经忙不过来了 你算是他都忙不过来了 刚才这样啊 这几个房子不都空了呢吗 咱给他租下来 然后直接去村里招人不就完了吗 试试 行啊 行 听你俩的 你不行 你这这老写房子那得多钱啊 没多少钱 这这有啥呀 能挣回来吧 能 那行 听你俩的 那个啥 大贵 你去问问这房子租金 办公多少钱 你去写广告 招人 好嘞 好嘞 好吗 婶 又来了 又来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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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超市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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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百家超市那个老板说的是吧 行行行行行 做多少根 一百根 行 行 行 明天准时送货啊